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剧场会客室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蒋维郭博士 蒋老师 刚才我们谈过 你为学生毕业之后 在市场竞争力提升他们 你都废杀私梁 但是除了你 要令到他们在市场上 能够有一个谋生生存到之外 在课程中 你来这八年 其实你在之前十几年的基础上 你还有什么是做了改革 或者帮到学生更好 去做一个好一点的戏剧人 其实所谓一间学校 就不断地对现有的各个科目 做一些调整改革那些事 其实连年一直都是做的 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其实都是老师做的 表演戏要表演戏的戏主人 带着表演老师 导演戏也要导演戏的戏主人 带着老师 其实主要都是老师做这些方面的事情 我们讨论的时候 大家看法如果比较一致的话 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如果是依照Stanislavski的体系 来训练演员的话 这个是不需要的 这些不会动摇的 将来我估计是 往前面走多少年的时候 这件事始终都是一个基础来的 但是现在你知道世界上的戏剧 发展已经发展到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的那些情况 有些臭壤的都好 荒淡的都好 后现代的以肢体为主的 或者其他方面的戏剧的要求 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课程的内容 除了我们习惯用的 Stanislavski的训练 以Tchekhov Ybsen 或者曹雨 那些写实的戏剧 为基础的那些做好之后 基础打好了之后 那个学员在我来之前 已经其实做过很多 非写实主义的 或者超出写实主义的 甚至有些后现代的 倾向的那些东西 同学都要吸引得到 才可以对付 你将来会见到的任何 不同题材的 其实 那么多年 这都是老师做的 不是我做的 因为我不教 我不具体 我很想教 论不到我教 我们老师 你不是有教过 我教其他科目 我很想教表演 但我的表演老师太多太强了 论不到我 但是他们慢慢将那些内容 灌输到学生里面去 增加了内容 在他们学了 写实主义表演之后 在这个基础上 可不可以看荒诞的方向 发展呢 在荒诞的基础上 有没有可能更加往后 现代的方向 试一下那些可能性 还有因为 那个机会很多 因为我们有时 请外面的 guest director 黑席的导演 来导演 他们会带来 一些不同的方法 那些事情 一直都是尝试的 其实 科程的改革 每年每年每年 每个老师都很努力 在那边做的 另外我想讲的 就是关于教育 戏剧教育的 慢慢的建立 因为戏剧教育 有DIE Drama in Education TIE Drama Education 或者其他在世界上 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就是教法 统一来讲 就是说 将戏剧 戏剧教育 都作为一个科目 来 令到有专门的人 专门研究 如何将戏剧和教育 这件事情 混在一起 来 香港政府 是加强 中小学里面的 艺术教育 那方面 是一些一些推动的 我初到来的第一年 就听闻 有这个 扣赏了 已经慢慢是事行了 我来的时候 我到第一年 第二年 我都很抱怨 我都complain 我就说 是个行动太慢 我自称讲 有做这件事情 就没有做到 但后来那几年 证明了 到这几年 发展得非常之快 这件事情 我看着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一方面来说 戏剧 进入中小学里面 可以推动中小学学生的 学习 就算他学数学都好 学物理都好 学文学 学历史那些东西 学英文那些东西 运用戏剧的方式 可以提高他们的质素 可以提高他们的想象力 沟通力 表达力 自信心那些方面 是培养一个 好像一个完整的人 一个人才那方面 其实是有好处的 所以 中小学里面 如果加上戏剧 课程 不是说 意思是说 你去做导演 你做演员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是有一部分人 可能会变成 专业的导演 和演员 那些编剧 但大部分的人 我觉得是提升他们的 作为一个人的质素 对他们的学质有好处的 但反而来说 由了那个分戀之后 他们如果有那一份熱情 你不说我将你要做 选择戏剧 作为我的专业的话 那他们的基础 就会好过他们 如果没有学过戏剧 那样东西 这几年我就注意到 每年考试 因为我都坐在那个考场里面 我都贪欲的 我就明显地感觉到 这一两年 两三年的中间 考生的水准 就高过之前的 你考的那个人 所以这一点 可以看得出效果 是一个长期的效果 再坚持多少年 五年十年之后 可以了想 你考试我们 戏剧学院的质素 会好好地提高 反而来说 如果那些中小学生 学了戏剧之后 他不做戏剧 不选择戏剧 作为他的专业 都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对戏剧 都对戏剧 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选择戏剧 那些戏剧 他读了之后 他了解就多了 将来他作为观众 作为观赏者 观众的水准 提高了之后 这件事情 是一度做全民的 香港全部人民的 戏剧技術 建想水准的 高度的问题 成功可以提高了 我很看重这一点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 我们是应该做的 我们的老师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是我来之前 他们已经和香港的 教师 或者是学校戏剧 已经有了联络关系 然后我们在 过去多年中间 我们就发展了 一门科 叫做DIE Drama Education 那个科程 但我们没有那方面的老师 我们就和外面 剧团合作 请那边有专门 辅职那方面 戏剧教育那方面的人 来教我们 有workshop 开始 所以刚才 只不过是一个 八个星期的workshop 然后将八个星期 变成全学期的workshop 是 然后呢 又变成全学期的一门选修 选修 Elective 那个 course 到最后 这个时机成熟 我们有经验 就是累了两年三年之后 我们正式就发展成为一个 必须读的必修 科 是戏剧教育 一个正式的科 是 更加到后来 我们是出现了我们的master 做涉事课程的那时候 我们就将戏剧教育 作为一个专业 所以编导演又加上了一个戏剧教育 这个事情就是一点一点的发展出来的 那现在 你当我们的涉事的戏剧教育 课程的人 都会很多 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 在过去的年中间 是戏剧教育 那一门科程 我们原本不看熟悉的那些东西 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我觉得大家慢慢慢慢 将那个已经变成 现在戏剧教育的一个主要的 major 学科之一 这个很有意思 是 很有意思 我都很希望看着 培养多些这方面的人才 是 因为之前戏剧教育 可能是真的一些前辈 他们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 现在真的有专门的人 培养出来去教 这门科 暂时是中国大陆 还未出现 还未出现 没有系统性的教育 是 香港很棒啊 今次 就是了 希望这方面可以先领一下 好 我们下一节再谈 蔣老师 好的 下次再谈 下次回来再谈 好的 OK